Hello 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是薩達小宇室 要來跟大家分享地底層破魔之根與地上神廟的關係 有解到照相機功能的朋友 不知道在第一個破魔之根打開之後 旁邊的日記有沒有閱讀到 弱貝利有提到 破魔之根似乎是與地上的神廟連結在一起的 我在進入地底層之前 有先在空中先標註看得到的神廟 然後才進入地底 在我了解 在我解了兩個破魔之根之後 發現地底層的地圖中看得到地上的標示點 這就表示 不論你是在地上找到神廟或是在地裡找到破魔之根 兩者相呼應 地上神廟會有高低差甚至藏在山裡 此時或許在地底層就更容易可以找到神廟的所在地 截至目前為止的遊玩進度 感覺好像不會有神廟感應器 但卻可以利用鳥望台在空中先看一波神廟 解完之後去地底層找破魔之根 同時找其他的破魔之根 來對應地上沒有找到的神廟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根據日記發現的兩者關係 如果你有更酷的想法 可能就大家在留言區分享給我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